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住的罗汉松的一个顶 周围的话全是用铝线来撑起来 你看现在这个铝线我还没拆开 已经修剪过 但是的话同样它也是长出来 我们的话在秋天修剪一起以后 就给它剩一步回了 有些的话你看现在这些的话 如果说没有用铝线来给它收回来的话 这个地址它会长长 说实际上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剪掉 包括顶端的顶端的长的芽点 我们就给它剪一剪 剪了以后它就在这个深口处给它长出侧芽 说实际上的话这个剪剂刀的话它是非常关键 到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得更多的侧芽 你看现在如果说我们上面很多的鸡头 有些漏剪的或者说它已经长出来了 就控制它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要给它做成一塔一塔的银塔 你看现在这些的话我们都给它做了造型 但是的话就是要靠一七七的一个修剪 控制它的一个生长 因为毕竟的话它这个高度的话我们已经控制它了 不能给它再一个高的一个生长 说实际上的话这个鸡头同样也是一样 又给它全面的手剪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秋剪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罗汉松 这个都是红芽罗汉松